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花世界的小花,是没听障人 前阵子呢,我收到了一个网友的私信和我分享了她的恋爱故事 然后我觉得这一个恋爱故事呢,是蛮有教育的价值啦 所以征求了她的同意过后呢,我决定把这一个故事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 那这一个网友呢,是女性的,我们在这里叫她小雨吧 然后她的男朋友就叫小伦 那小雨和小伦交往了几个月过后呢,才发现这一个男朋友 也就是小伦其实是有听障的 他们两人做了基因检查过后呢,发现小雨和小伦如果以后要生孩子的话 生下听障的孩子的几率是25% 为什么是25%呢,这个其实牵涉了一些生物学和基因学的知识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做一个视频给大家讲解一下啦 如果小雨和小伦想要保证他们以后孩子的健康的话,就只能做试管银孩 也就是要把小雨的软椅排出来,然后在人工受精 再为这个胚胎做基因检查 那如果这个孩子的基因是绝对健康的话 就会把这个胚胎放回小雨的肚子里面继续受孕 但是如果要走视管银孩这一条路的话 小雨就需要经过这一系列的流程 其中一个比较辛苦的就是排出软这个过程啦 一段时期小雨需要每天的打这个出排软的针 然后呢,这一种针打下去呢,也会有一些副作用的风险啦 比如说臀部会痛或者是引起一些敏感的反应 所以考虑到生孩子这个板块对小雨和小伦来说都会比较困难 小雨就开始思考说要和小伦的继续走下去还是要分手呢 那我思考了这个话题几天过后呢 决定把这个视频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部分是对小雨说的话 接下来是对小伦说的话 我觉得小雨的这个问题呢,其实看的不够长远啦 我们今天假设你决定和小伦做四管银还好了 然后也非常幸运的担下来一个健康的孩子 这一系列的疼痛和不适其实也只是短暂的 问题是在那之后 你听障的老公是否有信心把这个孩子给带大呢 你们俩之后在生活上肯定也会有非常多的纠纷 那时候你有把握和你的听障老公好好的沟通解决问题吗 还有你的家人和朋友对这个听障老公可能也会有一些闲言闲语 你们俩能够承受吗 我的重点是养育孩子和之后的婚宴生活的心酸 绝对比你之前做四管婴孩还来的更加艰难和挑战 你愿意和他面对这一些问题吗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先学习如何和听障人沟通 和我们听障人说话呢,其实是需要一些特别的技巧啦 比如说你的说话速度要放慢一点 还有你和他说话的时候要面对面给他看到你的口型 具体的方法你可以去询问他的听隶医生啦 或者是他的助听器艳配师 你可以给小伦多一点时间和他慢慢的沟通 让他意识到你们的未来会有这一些潜在的问题 我们男生通常都是慢半拍的啦 跟女生比起来我们将对会更慢的规划未来 所以我个人会希望你能够带领他去意识到这一些未来的潜在问题 看看他具体上有没有做出一些行动来提供你安全感 如果他都有考虑到这一些状况的话 就代表他对你其实是非常认真的 给他一次机会吧 好接下来是对小伦说的话啦 小伦你知道你的女朋友对你有这一些顾虑过后呢 可能会觉得气愤 会觉得小雨奇是作为听障人的你 那我觉得女朋友对听障的我们会有一些顾虑是非常正常的啦 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和一个健康的人谈恋爱和组织家庭生孩子 我们把立场转过来的话如果你有一个残局的女朋友 你真的会毫无顾虑的去娶她吗 真的一刻都不会想到未来的生活吗 女朋友愿不愿意嫁给你呢其实就围绕这三个是安全感 所以我们作为听障人呢绝对是比普通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来为女朋友提供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啦 更多的是心灵上 沟通上还有人际关系上 所以我会建议你和小雨去慢慢的磨合 找出适合你们两个人的沟通方式 让她知道一下其实和听障人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啦 如果女朋友想和我们讨论这一个话题 而你一直在逃避的话 那么事情永远也没办法解决啊 到时候她和你分手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启示听障的并不是她而是你自己 先接受了你这一个听障人这一个事实 然后再好好的思考 你要如何与你的另一半去面对以后的生活 对你对她才是最好的交代 听障是一种残疾性 但它不是阻碍你变得优秀的借口 我们要让小雨知道 没有错我是听障 可是我绝对能够比普通人成为更优秀的丈夫 嫁给我就对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咯 非常感谢小雨愿意分享她的恋爱故事啦 我觉得我本身也从这个故事想通了一些事情 让我知道以后再恋爱要怎样处理这一个状况 那我希望我的意见能够帮助小雨和小伦啦 我没有办法祝福你们一定会继续守下去 可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沟通 给对方一个交代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啦拜拜